吕诗诚主席致辞表示,海南同乡来美奋斗40多年来,不断努力打拼,在工商界也获得不少成就,但是在商业上仍然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,缺少一个颇具规模、组织较为严密的商会,以便互相联系、互通资讯、共谋发展、互利共赢,以达到共同繁荣、共同发展的目的。 近年来,通过考察海南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地,发现尚有不少发展空间。 吕诗诚主席表示,故乡海南已定位为国际旅游岛,许多县市设有免税区、短期过境免签证的便利,在交通方面也日渐便利,环岛快铁畅通全省,无疑对通商、旅游、疗养都极为方便。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,海南文昌已成立了18个经济自贸区,方便外商回来投资经营,开放度越来越大,前景一片大好。 吕诗诚会长表示,成立一个规模较大,组织较为完善的美国海南商贸总会,是南加州海南同乡的一个创举。 商贸总会成员包括来自海南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地的商家,目的是凝聚众人智慧,团结合作。 欢迎各界海南同乡踊跃参加,勤策勤力,共谋发展,共创繁荣,让海南同乡的经济力量更上一层楼,谋求长远发展,创造灿烂未来。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